好迎接三月的花莲建筍产季 月岁湘府园三村建筍农也已经是摸刀霍霍 然而通往农地的产业道路惨破不堪 崎岖不平危及了农产运输的安全 那么当时为相代表的县议员林玉芬持续关注提案 延续后半段道路的改善 邀及了县政府跟农民县刊之后 也获得了正面的回应 富原山区这一条产业道路近两年来才刚铺设水泥路面 因此道路再怎么蜿蜒仍算平顺好走 然而仅有百公尺的距离 接下来为改善的道路残破泥泥 路面高低落差大 处处都是陷阱路障 进出往来交通安全堪率 由于车子无法通行农民和县府等一行县刊的人员只好徒步会刊 农民表示前半段的农路都已经改善完成 在乡代表任内就争取完成改善前半段农路的先议员林玉芬持续关注 去年提案延续改善之余 这一次道场会刊也建议并协助农民完成最后一里路的水泥附射 让农民能安全享受农产丰收的果实 那目前再提更理念 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路段能够更顺畅 就是让农民能够在4月份采收这个建水的时候 或者采收槟榜的时候都能够 还有一些农村产品都能够非常的顺利 然后不会很辛苦 骑摩托车跌倒 那安全上也比较保障安全 对此共同线看的县政府农业出人员表示 去年先议员提案改善的路段已经纳入预算 至于后段最后一里路也研议一并纳入改善 必提供于一役 为农民建构一个安全的农产运输道路 记者是日蓝瑞瑟采访报道